志祺的媽媽也是很愛演 我媽也超愛演的喔 真的喔 對 但我媽的演很奇怪 她是 因為她就是有點 也是戀愛腦 所以她只有跟我爸吵架的時候 她才會拿出她那一套來演 就像憂鬱症啊 她可能會演 然後之前還有 瓦斯桶怎麼轉 她就是會去搬瓦斯桶 搬到房間 就是想要上演一個鬧 那不好搬耶 對 所以她自己在 她拿轉刀很重耶 她已經厲害到 她可以單手轉那個房間 真的假的 然後後來 因為我爸已經習慣這件事 所以我媽在鬧的時候 我爸已經開始就是覺得 不想理她了 然後她就發現這招沒有效 她就開始轉向來我這邊 她就會拿出她的那個 銀行卡 然後地契 然後什麼保險單拿給我 然後她就跟我說 芝希啊 這是媽媽的財產 媽媽跟爸爸可能要離婚了 你想要跟誰 然後我就在那邊 我不要 我誰都不要 然後我就去跟我爸爸求情 說爸爸 我不要沒有媽媽 好可憐喔 對 然後我爸就會心軟 就會覺得說 好啦 好啦 我就安安我媽 然後他們就會和好 有一次啊 我老公也是跟我吵架 然後因為我們是為了 他喝酒的事情 因為我不喝酒 然後所以我就是把他的酒 拿來就是整瓶威士忌 我就倒在我的那個 倒在那個洗手槽 對 就倒掉 然後就倒掉 然後沾一點在我這邊 然後我都塗那個腮紅 然後躺在床上 然後就跟小朋友說 等一下爸爸來 你就跟他講說 這一整瓶都是我喝的 對 所以他就跟我和好了 可是呢 因為那次他知道 我是在那邊演 就是我女兒就是出賣我 我後來才知道說 他跟我女兒是同一掛的 因為他是女兒奴 他不要他的女兒呢 上下課去做工程 我兩個兒子 到國小六年級 爸爸就說 我告訴你喔 我十五歲就出去賺錢打工 養自己了 你們現在已經六年級了 你們就可以自己上下課 但是女兒呢就不一樣 我要把他載到四十歲 他如果需要 我永遠都載 對 但是那一次是因為這樣 女兒呢 其實要下課都是把他載 但是我老公突然有事 他去Cue我 他說那個 我跟你說 等一下三點半 四十五分 女兒大概四 四點零九分 就會走出校門 那你就在公車站排那地方呢 直接過去 他就可以上車 他都已經盤算好 可是 因為我沒有跟他講說 我在做指甲 我就說 嗯 好好好 我去我去啦 可是我那一款的造型 其實蠻複雜的啦 所以其實到四點我還沒有 我還沒結束啊 可是我已經答應我老公了 於是乎我就傳訊息給妹妹說 妹 你有沒有可能 自己坐公車回來 他說 媽 可是 我 我不認得路 好 那我就說 那這樣子 因為我現在在外面 我在工作 還是我們就是分頭 你慢慢的回來 我大概抓二十分鐘了 這樣我老公也不知道 我沒有去接他 他也可以自己回來嘛 然後結果呢 他真的坐公車 自己坐 他很棒啊 結果一個小時多 都沒回來喔 我都在門口 超熱 對 我都在門口 一直在等他 我想說怎麼辦 也不接電話 因為他就是關靜音 然後這時候 真的遠遠的 我老公 我回來了 不想找個完蛋的 創賽怎麼辦 然後我老公就問說 妹妹呢 我說 妹妹喔 妹妹在 然後 Saven 我剛有經過Saven 他去Saven買什麼 不可能 我女兒很節儉 不可能去Saven買東西 這時候女兒就回來 媽 我跟你說 那個公車真的是 這樣把我兜了一圈 然後 我女兒 這樣看我 公公什麼車啊 這樣子 然後 他爸就說 什麼公車 我不會跟你說 他不能坐公車嗎 然後我老公就覺得 你把他騙 你在騙我 我老公說 下次真的不能這樣 因為這樣子 小朋友就很容易 就不見了 我想說他已經國中了耶 怎麼可能會不見 然後我女兒說 媽媽你真的不能這樣 你這樣子的話 我萬一都不見 怎麼辦 真的很誇張啊 我旁邊說